各位,上次李尋寬在決戰前夕,專程去了決戰地點仔細巡視。 孫老先生和孫小洪在八角亭裏談論這次決戰誰勝誰負的問題。 孫老先生就說,這一戰上官金雄如果勝出,到時世上恐怕就沒有人制服得到他了。 他的孫女孫小洪眼睛滾了兩滾,爺爺,我忽然覺得這一戰上官金雄肯定輸定。 哦,從何說起啊? 小李飛刀,勵不虛法,你尋寬的飛刀未曾失過手的。 哎,上官金雄亦從來未曾輸過給人的。 爺爺,你不記得了,他那天在洛陽城外的長廷,就曾經輸過給你老人家。 哦,孫老先生就忽然不出聲了。 孫小洪就跟著說了。 爺爺啊,我從來都未求過你老人家什麼的。 現在,我就求你老人家一件事。 呢? 孫老先生噴出一口煙,讓你煙霧遮住自己傷眼, 你說吧! 我...我就求你老人家千萬不要讓李尋寬去死, 千萬不要讓孫小紅講講一下,一跪跪在他爺爺面前, 現在世上就只有你老人家一個制服得到上官金雄, 只有你老人家一個救得到李尋寬,你都知道了, 李尋寬如果死了,我都無法自己活下去的。 煙霧散開了,孫老先生雙眼好像還留著一層霧, 好像秋天的霧淒涼消瘦,但是他嘴角陰陰笑, 搖望著遠方,輕撫著孫小紅的頭髮, 陰聲細氣講,你是我孫女中最白艷的一個, 嘿嘿嘿,你如果死了, 第二天還有誰來拔我的鬍鬚, 扯我的頭髮,啊? 哦,爺爺,你答應了嗎? 孫小紅呀,歡迎到整個跳起來。 孫老先生就慢慢說著頭, 你講來講去, 就是想讓我說這句話,啊? 啊? 孫小紅呀,臉紅紅紅倒下頭了。 嗯? 爺爺,你都知道了, 女大不中流,女生外響。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你的臉皮整尺口, 人家敢不敢要你,我還很難擔保的。 哈哈哈哈, 孫小紅就哄在爺爺耳朵邊, 細細聲說了。 嗯? 爺爺,我知道, 他不要,我也有法子等他要。 孫老先生一下子抱著他, 好像還當他小女兒那樣。 嘿嘿呀, 你是我最喜歡的孫女, 只有最白艷、最大膽。 我一直閉嘴你找不到婆家的, 爺爺, 現在你總算找到一個你自己喜歡的, 我很替你開心啊。 咦? 我找到他, 算我好運, 他找到我, 又算他好運。 好像我這樣的人, 天下不多的, 爺爺,你說是不是? 哈哈哈哈, 除了你之外, 簡直一個都沒有。 孫小紅就趴在爺爺膝頭上, 心說不出那麼愉快, 說不出那麼有趣。 因為他不止有個最值得驕傲的爺爺, 還有一個最值得驕傲的意中人。 親情、愛情, 她全部都有齊, 一個女人還想要求什麼呢? 她覺得自己簡直是世界上最快樂的女人, 她覺得前途充滿了光明。 知道這陣時大地已經變暗, 光明被黑暗吞沒了, 但她一點都感覺不到。 嘿嘿, 愛情令人盲目。 這句話說起來雖然是俗氣少少, 不過的確有她永恆不變的道理。 孫小紅這陣時如果睜開眼的話, 就會發現她爺爺眼中的悲哀和痛苦是多麼深遠。 人家就算看得到, 都永遠猜不出她悲痛是為了什麼原因。 入夜,風更冷,萬賴無聲。 咦? 李沉寬的人呢? 孫小紅忍不住跑出八角亭, 大聲叫了, 你在上面幹什麼呀? 為什麼還不下來呢? 沒有回應? 李沉寬的人呢? 咦? 八角亭的瓦背頂, 難道有什麼險惡的迷服? 李沉寬遭到毒手? 八角亭的瓦背頂鋪的是紅色的瓦, 還有個金色的頂。 金頂上現在放了一個小鐵盒, 拿一條黃色的布帶綁緊。 鐵盒是普普通的那種, 沒有刁紋裝飾, 又沒有機關的。 你如果打開它, 裡面一定不會拼出什麼弓箭飛鏢之類的東西來。 但是這個鐵盒仔怎麼會在八角亭的頂頂呢? 鐵盒裡頭, 就拿一瓦頭髮? 瓦頭髮也是很普通的, 黑色, 很長, 又不香又不臭, 就跟世上成千上萬的普通人的頭髮一樣。 只李沉寬看著這擦頭髮, 就看得嘔吵, 連孫小洪叫他幾次都沒有聽見。 這擦頭髮究竟有什麼特別之處呢? 孫小洪左看右看都看不出。 李沉寬的面色很沉重, 眼圈有少少紅, 哎呀, 他怎麼會變成這樣呢? 頭髮拿了下來, 放在挺的那張石桌上, 李沉寬照顧眼光光看著那扎頭髮。 孫小洪忍不住問, 是哪個扎頭髮來的? 沒有人回答, 也沒有人能夠回答, 事關任何人都可能有這樣的頭髮。 孫小洪又說, 嗯, 頭髮這麼長, 一定是女人的, 不過幾條頭髮而已, 有什麼這麼奇怪呢? 孫老先生忽然說, 有, 頭髮怎麼會在鐵盒仔裡頭? 那個鐵盒仔又因什麼事會在挺頂呢? 是誰放他上去, 有什麼用心? 孫小洪一聽就整個呆了, 孫老先生跟著說, 唉, 如果我猜得沒錯呢, 那一定是上官金雄的傑作來。 上官金雄? 他這樣做是為什麼? 孫小洪又不甘脫口而出。 啊, 為了要等李尋寬看到這堆頭髮, 不過, 不過, 不過他, 他計算過李尋寬, 一定會來探測戰場, 又計算了李尋寬一定會上挺的瓦背, 所以, 就先把鐵盒仔留在那裡。 嗯, 但是這堆頭髮又有什麼特別呢? 就算看到又會怎樣呢? 他這樣做, 豈不是很滑溪? 嘩, 孫小洪嘴裡這樣說, 他心裡都忽然感覺到有點不對, 很不對, 因為像上官金雄這種人, 當然不會做滑溪的事。 這時候孫老先生看著李尋寬就問, 你知不知道這些是誰的頭髮? 李尋寬沉默了很久。 唉, 我知道, 孫老先生的大聲問, 你確不確定得到啊? 他突然說話這麼嚴厲, 李尋寬就打個凸了, 孫老先生就跟著問, 你確定不了啊, 是不是? 常官金雄這樣做, 就說要等你認為這些頭髮是臨詩音的, 要你認為林詩音已經落入他的掌握, 要你的心不安樂, 他才容易殺你, 你為什麼要上他當啊? 孫小洪就趕快搶著說, 是啊, 林姑娘如果真的落入他的手裡頭, 他為什麼不索性來當面要脅你呢? 李尋寬就說, 唉, 因為上官金雄不可以這樣做, 人家行, 他不行啊, 他為什麼不行啊? 哼哼, 如果有人知道上官金雄是用這種手段才打贏李尋寬的, 他豈不是被天下人恥笑? 哼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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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哼現在他什麼都沒有說過, 不過是被你看到一扎頭髮一樣, 所以, 上官金雄的手段高明就是這處了。 嗯, 那這扎頭髮, 或者不是林姑娘的呢? 或者不是, 又或者是, 很難確定。 那, 那你如果完全不理他, 就當根本沒有看到, 那上官金雄就白浪費心機了? 可惜, 我已經看到了。 就算他什麼都沒有說, 所以你才懷疑, 就算他算穿了你會懷疑, 所以才會這樣做, 你都明知道他的用心, 但是偏偏還要落入他的圈套。 哼哼, 世事本來就是這樣, 有些事你就算明知是上當, 還是要上這個當。 孫老先生就忽然插嘴了, 啊, 那又是呀, 如果有人能令我心動的, 我都一樣會上當的。 哎呀, 孫小雄就不斷腳, 嘩, 你們上當, 我偏不上當。 孫老先生就說了, 哎呀, 其實你都上當了, 小雄, 你又在這裡懷疑你的頭髮是林姑娘的了, 你的心都亂了, 現在你如果跟別人決鬥, 對方的武功, 就算差過你, 你都輸定的。 嘩, 不過, 不過, 怎樣呢? 孫小雄自己都不知道, 上官金紅的目的就是要李尋寬的心戀, 無論李尋寬是相信也好, 是懷疑也好, 只要他一想到這件事, 上官金紅的目的就已經達到了。 李尋寬又怎會不想啊? 林尋寬本來是他雲牽夢營的人, 他何時忘記過他呢? 他就算明知不是林尋寬的頭髮, 還是忍不住要牽牆掛肚, 心亂魚馬, 因為上官金紅, 特地等他想起林尋寬的。 喏, 問題並不是頭髮是誰, 而是李尋寬是個怎樣的人, 這條計證是針對李尋寬而定的, 如果用在別人身上, 或者就完全沒用呢? 因為其他人根本就不會上得那麼多那麼遠, 這才是上官金紅最可怕的地方, 他永遠知道對什麼人應該用什麼樣的手段, 他的手段在人家看來, 或者有些不實際, 甚至有些荒唐, 才永遠是最有效, 因為他好懂得兵法中最奧妙的四個字, 攻心遺想。 李尋寬哀在蘭河裡坐下, 坐在地上, 盡量放鬆手腳。 他雖然沒有說話, 不過孫老先生和孫小紅都知道他心裡想什麼, 去興雲中, 看看林詩欽還在不在那裡。 在長途拔涉之前, 他必須要退回舊本, 每次他做出重大決定之後, 都要令自己的身心盡量鬆弛, 這是他的習慣, 那無疑是個好習慣。 孫小紅咬著嘴唇, 咬得很出力。 原來他還是機實林詩欽的, 林詩欽在他心裡頭的地位, 沒有人代替得到, 連我都不行。 他想想想, 眼圈都紅了, 突然忍不住就說了。 你一定要去啊? 李尋寬沒有回答, 有時候不回答就是回答了。 孫老先生就說了, 唉, 他當然要去啦, 去看看他, 他的心才安樂的嘛。 但是, 如果林姑娘已經不在那裡呢? 李尋寬眼光光地看著艇外邊的夜色, 慢慢說了。 無論他在不在, 我都要去看看。 然後, 我才落到決定, 決定應該怎樣做。 你如果去了, 那就真的落入了上官金雄的圈套了。 上官金雄這樣做, 最大的目的, 就是要你去興雲莊一趟。 決戰的日子就在後天, 這裡來興雲莊不近的。 你就算在兩天之內趕到回來, 到了決戰的時候, 你都沒力了。 知道, 上官金雄呢, 這兩天就猛地休息了。 他以日代勞, 你就要在這兩天之內奔波幾百里, 然後再去迎戰。 這一戰的勝負, 不用說, 大家都知道了。 況且, 上官金雄在那裡說不來, 還另有迷復。 李尋寬就說了, 唉, 有些事你明知可以不做, 但都要非做不可。 不過你如果去了, 那就是拿你的命去冒險? 林姑娘對你真的那麼緊要, 被你自己的命中了緊要。 李尋寬沉默了好久, 擔高頭, 看著小熊。 小熊眼都濕了, 另一頭避開他的眼光。 李尋寬說, 我想你明白一件事, 被你換著我, 你都一定會這樣做。 他如果換了是你, 我都會這樣對你的。 孫小熊沒有動到, 好像根本沒有聽到李尋寬說話, 不過眼淚已經碰流了。 唉, 女人如果真是愛上一個男人, 就希望自己是他心目中唯一的女人, 絕對不容得第三者再來加入。 不過無論如何, 李尋寬的心始終也有他。 孫小熊愚蠢地站在那裡,心裡不知道是甜是酸還是苦 孫老先生忽然喊一聲,這是李尋寬非做不可的事,就等我去吧 孫小熊也慢慢點頭,忽然笑,笑得這麼深酸,不過怎麼說都是笑 孫小熊愚蠢發覺我很猛,她認識的林姑娘,是在我之前,我未曾見到她那時候 他們之間已經有很多事發生過,我是後來才加入的,所以應該生氣的是林姑娘,不應該是我 孫老先生又笑了 一個人如果知道自己很猛,那就表示這個人慢慢正力了 不過,有件事,我又是非做不可的 什麼事啊? 我要陪她去,非去不可 孫老先生就一自想一自說了 嗯,你陪她去啊,這樣也好,不過,說到這句 他轉頭看看李尋寬,下面怎麼說的就明明要李尋寬接下去了 只見李尋寬就說了,哈哈,既然小熊都說了非去不可了,那自不然就是非去不可了 哈哈哈哈,哎,我到了六十歲人了,先學會不同女人爭辯,看來你學得比我快啊 哦,李尋寬已經站起來了,既然要走,今晚我們就起程,你孫小熊就搶著說了 你不要以為女人都是婆婆媽媽啊,有些女人比男人還要乾脆啊,一樣說走就走啊 孫老先生就說了,那,去了果樹,別忘了去找你二叔先啊,問問那邊的動靜啊,小熊 我知道了,孫小熊就瞄了李尋寬一眼接著說了 他如果不想我跟著他一起進去呢,我就在二叔那裡等他咯 喏,小熊的二叔,就說在興雲莊那條冷行仔開客店的駝背孫 李尋寬就忽然問了咯,對了,孫二俠已經在興雲莊那裡守候了十四年 他究竟在那裡為甚麼呢,這件事他一直覺得好奇怪啊 十四年前,正是他將要離家出走的時候,那時候駝背孫就已經守候在那裡 他實在猜不透駝背孫的用意啊 喏,李尋寬這次回到興雲莊,又見不見到林思音呢? 還有,駝背孫在那裡是究竟搞甚麼的? 要知後事如何,請聽下回分解 拜拜 拜拜 谢谢观看